現在中國人講說我要大國崛起 我要用人民幣來取代美金 可是他還是非常在乎 因為現在有人算出一個數字 非常的微妙是 照樣講你還是一個順差的國家 你每年還是賺了很多的美金 你每年照樣講 你應該這些美金都會變成你的 外匯存遞 可是怎麼算來算去 他居然算了1.9兆的美金 這些巨額的外匯 美金外匯 就憑空消失了 消這理由很簡單 都跑掉了 都跑掉了 這個是他們統計 從2020年到2022年 光是從貿易的一個順差金額看起來 中國官方所公佈的數字看起來 至少有1.9兆美元的一個進帳 但是很有趣 那你說你賺了1.9兆美元 錢就在賭 你要不然就放在外匯存體 要不然就是民間的一些儲蓄 或是民企的一些儲蓄 結果不管是在外匯存體 或是民間的一個相關的儲蓄裡面 你發現都沒有出現 這樣子巨額增加的情況 所以現在就有人去查說 到底錢去哪裡 錢呢 發現有幾個狀況 第一個狀況 可能做國外生意的 就那一筆錢 從頭到尾都留在 停破在國外的一些投資銀行 或是停破在海外 離岸的一些公司裡面 避稅天堂裡面 沒有真正會回中國 那這樣為什麼會發生這種事 那因為很簡單嘛 紅二在做生意 你如果會回中國之後 你會被習近平查賬 還不如我們乾脆透過這樣的交易 我中國做了很多生意 弄到國外去 但是所有賺錢 都停破在什麼 英屬什麼群島啦 然後停在其他的一些避稅天堂裡面 就是不會回中國 那第二個狀況是又發現一個很有趣的事情 就發現說 原來有很多的企業 他就假設說我現在要進行相關的投資 我要在海外拓展一些相關的佈局 所以很多錢這些外企 甚至是中國的企業 譬如說加碼在印度投資 這些錢就要順理成章的出去了 所以他變成是這家公司 他本來賺的錢應該要在自己的帳上 發現沒有 因為我這家公司 我在海外有投資佈局 所以這一筆錢一樣留在海外 並沒有會回中國 另外一個 還有一個最有趣的一件事情 想辦法錢要往外面跑 往外面炒 藏錢 藏錢在天涯海角 就是不能回到中國 第三個很有趣的是 他們發現這筆錢 有可能會用來所謂的維持 香港的那個港幣的匯率 他們為了要去支持港元 不要那個就是 緊盯美元的匯率 不要那個跌破那個情況之下 變成是不斷的要用美元去維持 所以呢這筆錢 有可能被花在所謂的維穩 維穩兩個地方 一個是貨幣的維穩 第二個是哪裡 就國防預算 他們說 他們發現可能這個中國最近有很多的預算 都是很多的錢放在國防 那你買武器買軍備 你要用什麼交易 用美元交易 所以這筆錢到最後其實又變成是一個維穩經費 所以中國1.9兆美元的巨額外匯的一個順差去哪裡呢 答案就是要不然就是花在維穩 要不然就是企業藏錢在天涯海角 好董事長 我們再講到現在中國有個奇怪的事情是 到處跑 你跑去日本 你跑去東南亞 你跑去了這個義大利 你跑去了美國 現在你講 你現在聽到一個故事太好笑是 他跑去法國 他怎麼跑去法國 他原來偷偷的去跟著日本的團 然後用日本團的名義進到了法國 你說法國已經警覺到了 法國現在在機場 到處有人在抓中國人 我覺得最近開始你看到一個現象 就是中國比較窮了嘛 所以很多中國人現在到海外 然後跳機 前兩天不是發生的 義大利也在 400個人跳機 400個人等於是將近20個旅行團 突然間通通跳機 一到機場就把護照丟掉了 就跳機了 就找不到身分了你知道 所以這個因為他進到義大利 然後進到義大利之後他可以去哪裡 可以去深耕的任何一個國家 然後這些人大部分都是 都是這個 大部分都是因為在地有接應嘛 你知道吧 所以這個長期以來的話 要如何從中國進到這個 歐洲 歐洲 這是一個很特殊的一個逃跑路線 所以不只到美國 對 也有到歐洲 對 也有到歐洲 他們稱之為 他們碰到沒有問你 你是怎麼來的 還有陸海空三軍 陸海空 空軍你就坐飛機來的 最高級花了錢 那花了錢我等一下講空軍 那你海軍就坐貨櫃來的 貨櫃船來的 貨櫃船 對 然後陸軍呢 陸軍就坐火車 然後一點點點 然後一個國家一個國家這樣走路過來 陸海空三軍有不同的走法 走到歐洲 對 他們有專門的這個 他一套 像最近的走線團 現在到了美國去 走兩個月嘛 走路走兩個月 所以美國只是其中的一條線 美國是 當然我們現在講歐洲這個故事 他們怎麼搞法呢 所以我最近在網上看到非常有趣 他就是說 他在給了錢了 給了舌頭了對不對 他一票人 然後從阿爾及利亞 因為阿爾及利亞是屬於非洲的國家 那邊的機場的管理比較鬆散 對 去阿爾及利亞 所以你在上飛機的時候 那阿爾及利亞原來是法屬 對 法屬 所以阿爾及利亞的人到法國進關這一關 是很容易的 他到landing 機場要到這一點點 所以他從阿爾及利亞上飛機 隨便檢查就上去了 然後他們就拿了護照 就從阿爾及利亞上去了 上去了之後呢 就在法國的機場 比如巴黎機場就坐在那邊等 等什麼呢 等下一班的日本觀光客 到達時間 因為他們等日本觀光客來了以後 因為歐洲 你去過歐洲你知道 他一般來講的話 他很尊重 人權尊重 他就給你看看 看到你的護照看一下 這趴時就過去了 他會有個大數據 抽個兩三的人看一看 因為中國人就躲在法國團後面 日本團後面 法國人檢查 因為檢查都沒問題 KONNISHI WAH 日本人計劃 計劃 計劃就過了 對不對 就進去了 然後中國人就跟到後面進去了 進去就逃掉了 那有人在裡面接印 就偷了很多日本人的護照 日本人看起來一樣嘛 結果越搞越多 越搞越多 法國人說奇怪 怎麼那麼多這種卡 對 就覺得這個問題已經很嚴重了 你知道嗎 所以法國的海關就找了一批 會講日本話的官員 然後專門在幹嘛呢 在機場去檢視這些東方人 貌似日本的東方 貌似日本人 他就分不出來 現在開始有很多特徵 做成manual 你就找到什麼特徵 就發現很容易找到 為什麼呢 因為中國人在機場 講話大聲 然後電話拿起來就打回家 叮叮哇啦 然後翹腳 你知道嗎 所以從這樣子之後 從機場把它撲滅掉 最近這個現象稍微得到控制 至少 現在對中國還有一個大麻煩就是 他一直想說 我的人民幣要變成一籃子貨幣 我的人民幣要變成了國際貨幣 所以不斷地去跟股很多鬼在 我就簽約 你現在我們來做任何的買賣 我們都用人民幣來結會 大家尷尬了 他才宣布說 我要跟什麼 跟阿根廷 你買賣任何東西 我用人民幣結會 結果阿根廷的金融快要崩潰了 現在阿根廷的外匯 剩不到50億美元了 現在阿根廷剛剛講的 他的整個利率要什麼 要增加97%了 而且最糗是 中國這些願意跟他用人民幣結會的國家 現在每一個國民手上都想要持有美金 都很慘 都想持有美金 沒有人想要換人民幣 為什麼阿根廷是這樣子 阿根廷四月的時候才答應跟中國去完成人民幣結會 沒想到阿根廷就爆發了通貨膨脹 阿根廷的通貨膨脹有多慘 阿貝尼的通貨膨脹是109%的通貨膨脹 等於是原本一塊錢 所以他們現在買賣要這種錢 而且是一大筆錢 一大筆錢 而且他的通貨膨脹 為他們政府為了救這個通貨膨脹 他們要升息到升息多少 我們通貨膨脹 通貨膨脹3%5% 民進黨政府就被罵慘對不對 通貨膨脹109% 我們升息0.9% 109% 那我們升息一碼兩碼 大家繳房貸就繳得壓力很大對不對 結果他們給我升息多少 97% 所以他們對於整個阿根廷來說經濟是大 升息97% 升息97% 我們一碼0.25% 都大家撐到要死對不對 所以說你看阿根廷是真的很慘的 而且阿根廷現在狀況有多不好 比如說他們現在大概 至少有1800萬人是三餐不計的 所以只能睡什麼 睡飛機場 你知道嗎 阿根廷首都的機場 不宜諾艾依斯的機場 現在你看非常多的遊民 為什麼要睡機場 他說我付的錢 我賺的錢只能夠吃飯 要嘛就住宿 我如果住宿就沒飯吃 我要吃飯就沒地方住 那麼後來選擇我們吃飯 然後不去住宿 所以現在他們這個機場 是非常非常慘的 所以我只能露宿街頭 對 只能露宿街頭 而且你知道嗎 他們對於很多時荒 也變成是說原本不用時荒 現在也都去時荒 那通膨太誇張了嘛對不對 所以你看非常多阿根廷的人 這是阿根廷 對 在這邊去做所謂時荒的動作 而且你知道嗎 阿根廷其實是個很悲 所以阿根廷有一群人 也是住在垃圾山旁邊 也就是垃圾來了以後丟東西 他們就一擁而上來開始 搶任何可以用值錢的東西 對 他們這個垃圾回頭廠旁邊 是有住了數百戶的民眾 可是阿根廷其實坦白講 真的是阿根廷別為我哭泣啊 他在1950年代的時候 人金GDP是贏過日本的 所以阿根廷因為國內政策 動盪等等的因素 變成現在這個狀況 再加上他跟中國互動 又沒有什麼好結果 原本期待中國可以給他一些援助 中國自顧不暇嘛 所以現在阿根廷只能自己去面對這件事情 而且剛才講的不是阿根廷 現在傳出一個消息是 洪杜拉是不是跟我們斷交嗎 那就好洪杜拉其實是一個 我們的白蝦非常重要的進口國 結果現在跟我們斷交之後 中國不買他的白蝦 他的白蝦賣不出去了 對現在跟我們斷交這些國家坦白講 真的中國刊的支票 你們要看清楚是芭樂票還是支票 阿根廷 洪杜拉斯的白蝦是非常非常 對洪杜拉斯來說 非常重要的出口貨物喔 他的外匯來源 對 洪杜拉斯第五大出口品就是白蝦 而且這個白蝦你知道嗎 台灣人是非常非常愛吃 而且非常非常捧場的 現在呢 同樣的價錢喔 台灣買是中國的兩倍價錢買喔 我們都是買他們的品質好 高檔的白蝦 那中國呢 那時候的洪杜拉斯不是跟我們斷交嗎 跟我們斷交跑去跟中國建交 中國同意說我會買你白蝦嗎 不好意思 現在傳出來根本沒有買白蝦 他們現在養蝦業 遇到困境 為什麼 因為他們過去我講蝦類似洪杜拉斯 這是第五大出口品對不對 然後其中30%賣給台灣啦 台灣占裡面三分之一啦 現在不好意思 現在斷交 我看到洪杜拉斯蝦子 我不會吃的啦 所以現在對於洪杜拉斯來說說 你中國開的你吃 你不吃洪杜拉斯蝦子了 我吃了嘛 那你去賣給中國嘛 對不對 我蝦子這麼多 我幹嘛吃洪杜拉斯的 所以現在洪杜拉斯 現在真的是三條線 因為中國拔蠟票嘛 而且中國就要買 他們的蝦子也只有台灣價錢的一半啦 我們是買高價的蝦子 而且現在包含哥斯大尼加拉斯 巴拿馬 包含索羅門群島 包含尼加拉斯蝦 這些國家 過去有跟台灣斷交 跟中國簽約的都在挑票啦 各式各樣挑票 布吉納法索跟中國協議 10億美元蓋高速公路 不好意思 公旗圓圓無旗啊 索羅門群島跟中國建交 說要幫忙開採 結果不好意思啦 一大堆中國工人跑來搶他們當地人的 砍木頭 伐木的工作 巴拿馬的 巴拿馬 科隆港 那時候說什麼 說什麼要幫他蓋 結果不好意思 投資者的中國人 現在被抓起來 被判刑 所以這個科隆港現在坦白講 也有沒有下文 能不能完工 不知道 所以現在整個中國 你跟他建交 坦白講 真的沒有什麼好下場 另外的辛巴威 辛巴威也是跟中國簽訂 就是那種人民幣結算的 辛巴威當然國內有非常大的問題 他目前通膨 剛剛已經覺得說 這個阿根廷很慘了 通膨一百零幾% 很慘 辛巴威通膨419% 通膨四倍 所以現在整個辛巴威內部 官方1000塊辛巴威幣換1塊美金 但是官方和一般人換不到 去黑市換 黑市要1400到1800換1塊美金 所以辛巴威現在跟中國很好嗎 也很好 因為他跟中國有欠一帶一路 大量的中國人去裡面開採泥礦 結果開採泥礦 辛巴威一毛錢沒有賺到 結果裡面那個廢水 因為開採泥礦有非常多化學廢水 不好意思 全部都亂排到辛巴威 所以辛巴威現在也遇到非常非常大的苦楚 所以現在整個中國坦白講 你要選邊站沒關係 可是選到中國真的選錯邊了 剛才講現在戰局對俄羅斯不利的 所以現在俄羅斯的媒體居然呼籲什麼 呼籲說中國人民解放軍 要不來幫俄羅斯跟你說不可能 因為你說中國現在自身難報 沒錯 事實上目前為止來說的話 國際媒體都說了非常多 包括說華爾街日報講得非常清楚 他說中國長期信待狂歡後果顯現 中國經濟面臨到藏載的這個拖累 而且那是什麼意思呢 主要原因我們就不是說嗎 中國在過去一段時間不是拼命的大基建嗎 他用所謂的大基建 所謂大基建是什麼意思 就類似我們臺灣不是8800億的前戰預算 就是說你透支未來的年輕人的支出嗎 中國一樣 中國只是透支的更加嚴重 他把過去未來二三十年完全都透支完畢了 而且你之前講說 中國把未來幾代人的錢都花光了 為什麼這樣說 你可以看到說目前為止來說 國際的統計裡面 他們就是中國的總體的負債 總體負債包括說家庭 還有這個所謂的企業 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 我們必須說目前為止中國的中央政府 其實本身還算蠻有財政機率 問題是他的地方政府 還有包括他的這個一般的企業 還有家庭 稅率非常高 就是債務非常高 他目前為止來說 中國的總債務跟所謂的GDP的比重是295 什麼意思呢 就我一年GDP 其實我們的負債 是在一年GDP的三倍 那不是比希臘還嚴重了 所以你就說那只是沒有報 你一報的話 那等於是你把未來幾代人完全透支 那當時希臘做了什麼動作 他們要尊傑好幾年 才能夠活過來 但問題是中國現在有可能會尊傑嗎 不可能尊傑 所以說中國現在負債跟GDP比 比當年的 對 希臘還更嚴重 但問題是他不可能像希臘一樣 尊傑好幾年 然後才重新活過來 如果沒有尊傑的話 你中國只是把整個炸彈越弄越大 事實上我們就講 因為過去他蓋了非常多的重大建設在各省 所以你看廣西不是已經快要破產了嗎 另外昆明也要破產 這個河南 貴州都是一樣 現在完全這些省份都是負債累累的一個情形 好 那為什麼他們會負債累累 因為他們蓋了太多沒有必要的工程 我們就說不是透支未來嗎 你看這個 這個就是最最基本的 這在貴州的這個山上裡面來說 他蓋該這樣 一個山裡面有五個孔 穿越五個這個高架橋 而且這高架橋都花非常多錢 有高鐵在上面跑啦 哪有高速公路在那邊跑 他們當時很棒說 你看厲害的我的果這樣就做 可是問題是寶姐姐 你這是要花錢 你花錢下去的時候你有回收嗎 根本沒辦法回收 這些完全變成是 完全是變成沒有用的這個工程 好 那不是只有這種沒有用 像你看寶姐你知道 我們在炒台灣的時候 我們就說我們高鐵要沿到什麼 宜蘭要沿到這個所謂屏東 我們就已經炒翻天 這個到底能不能回收 我們已經炒翻天 中國不管 反正我先蓋 蓋了這就是在透支未來人的狀況 還不是只有這樣 你看他們要什麼哈高大 也就是說貫穿什麼黑龍江 吉林還有遼寧這些 因為這些地方是永動土 他也不管反正我就蓋 蓋了之後呢 先蓋再說 對 現在為止來說都沒有人在那邊坐 完全都沒有 幾乎是完全沒有人喔 他們這樣 因為為什麼他們這個地方 根本人口就沒那麼多 你要蓋高鐵嗎 完全沒有必要 你說東三省這個哈高大 是沒有什麼人做的 對 那他們當初就說 你看我們克服這個工程的難度 因為你知道 冬季跟夏季最高溫差70度 所以我們花了好多精神去做 但是做出來問題沒人做 那你做這有什麼用 然後另外一個是什麼 另外一個是青藏鐵路 他們也是蓋了很多青藏 也是花了一大堆錢 花了好幾千億人民幣 問題是你知道 他們會對外宣傳嗎 問題保險你知道 事實上目前為止 青藏鐵路 或是說他們這個所謂的 很多高速公路 你只要橫跨到什麼 青海西藏這些問題 因為這些地方都有永動圖 他們常常其實是常常壞掉 再修壞掉再修 都是一直這樣的輪迴裡面 所以告訴你什麼 你花了那麼多錢 問題是沒有辦法 沒辦法這個回收 那你看中國就有一個博主就說 他說中國上半年 2022年的上半年的總虧損高鐵 虧了800億人民幣 他就說為什麼 因為他就說 因為他們根據他們去算 他說中國需要耗費 這個每公里要耗費1萬度的這個電 日本高鐵耗電才43度 怎麼差這麼多 保險因為很正常 因為中國高鐵他都要求說 我全速都要最快速 你最快速你當然耗很多電 日本不是這樣 日本是新幹線 他才會有比較快速 他有些地方會給你降速 但是中國不是 反正我的父親要全世界最快 我要開到最快 開到最快他電力一定非常多 所以中國的耗電量 是日本的233倍 因為你沒有必要的時候 你也在開 譬如說像我就講 你哈高大有必要開嗎 你開的時候就要耗電 那耗電的時候 那個地方 保險他們那個地方很冷的時候 你電量要要的更大 所以他們就變成說 他們完全沒有節制在那邊亂搞 亂搞之後 這些最後保險出來混就是要還的 這些都是借了錢來蓋的 你現在沒辦法回收 那這個越滾越大 當然對中國來說 他們已經沒有錢 可以再搞新的基礎建設 難怪我們講 昆明現在已經不能應付他的鐵路了 現在整個完全 中國是相當大的這個糟糕 所以你知道為什麼 現在大概更糟糕的是什麼 因為目前中國的年輕人 可以說是完全也沒有工作 那加上說 現在人家就說 如果你是步入這樣的狀況 後面有人 譬如說人口增加還可以 問題上現在人口又在減少 所以等於是中國現在 步入了所有最糟糕的狀況 幾乎同時在中國爆發的一個情形 好 體會 我們最近要講的 現在所有的訊息 包括你人民幣的大量貶值 還有你的出口 你的進口全部也有下滑 不再下滑你的整個國家負債 居然往上升 大家都認為當時看到了 日本那個消失的30年 現在在中國完全呈現 但你說這才是剛開始 最可怕的還沒有來臨 因為中美對抗的核心是經濟 軍事只是壓制你 真正要整個傷心動骨 要中國老命的 是美國的經濟策略 對 現在美國真的是把中國往死裡打 為什麼要往死裡打呢 你知道本來做貿易制裁那就算了 現在美國國會現在參議院已經通過 外委會通過就是要取消 中國的發展中國家地位 你說取消發展國家地位有什麼 有什麼了不起 不是 就是有錢國家嗎 給它以開發國家地位有什麼 真的不得了的事情 為什麼這麼講呢 我首先舉 中國如果變成以開發國家的話 會變成什麼樣子 第一個 比如說碳的排放好了 以往來講的話 他們說發展中國家沒有減排的義務 但是以開發國家就有減排的義務 好了 那以開發國家就算有減排義務之外 另外到2035年之前 要跟其他以開發國家 都要丟出1000億美元的 要來資助那些發展中國家 換句話講以後中國拿不到錢 但中國反而要出錢 所以本來是被資助的 現在變資助者的角色 而且更重要的是什麼東西 就是說你有減排義務的話 中國的工廠一個一個都要關起來了 那中國工廠關起來有什麼效應出現你知道嗎 就會變成很多人都會失業 沒有工作了嘛 那你看到印度 印度還是維持發展中國家的地位 所以他工廠是一個一個可以再繼續開 那這樣的話印度他的增加的就業機會 就比中國還多 所以現在中國經濟狀況 已經內部已經亂到什麼地步 就是說連就業機會都非常糟糕了 而且今年大學生畢業也可能找不到工作 現在也會雪上加霜 在美國這個東西如果拜登簽署法案之後呢 可能會讓中國一間一間工廠又更加關起來 因為他們講現在他的年輕人的失業率 就14到25歲的失業率已經過了20% 他說這20是低估的 他們誇張到什麼程度 他說你如果畢業沒有找到工作 我不發給你畢業證書 我就不承認你畢業 他是用這樣去壓制他的數字的 像學校當中不要說我那麼多的畢業生 都沒有工作機會 那會影響到學校的校域嘛 以後來講的話招生就非常困難嘛 所以現在來講中國要搶救內部的失業率是一個 再來更嚴重的問題是什麼東西 他們東西賣不出去啊 為什麼賣不出去 關稅優惠不見了啊 以前來講他是發展中國家 賣到歐洲賣到美國的這個都有優惠關稅 現在如果變成已開發國家的話 就沒有優惠關稅 那東西來講的話成本就增加了 他在這個地方怎麼跟印度跟東南亞國家競爭 這是第二個啦 第三個問題來講的話 他相關的電商 你看中國大陸最發達的就是現在的電商 那電商以前進美國來講的話 他非常方便 而且享受所謂的游資的優惠 現在來講的話完全都回到已開發國家的地位 他不給你這樣的優惠了 所以我們就舉這最簡單的三個例子 所以中國來講的話 他到底是真有錢還是假有錢 如果他是假有錢的話 他當聽到這個消息 當然萬文斌就跳出來說 你們不要給我扣帽子 這個帽子我們戴不起 對 戴不起 我們是發展的國家 我們是已開發國家 不是你美國說了算 但是美國現在法案通過之後怎麼辦呢 就把所有的行政部門 必須在所有國際組織當中 還有國際會議當中 必須要把中國的地位調整到 已開發國家的地位 那這次的話中國所享受的優惠 還有他所做的成本基本上都提高 這對中國經濟是不利的 現在中國跟俄羅斯感覺上 有點像難兇難地 之前俄羅斯的媒體還講 現在中國人民解放區能不能幫我們 現在中國可能自身難保 因為媒體想講 中國竟然進到了一個大還債的時代 對 這個應該第一件事情是 中國現在債務的問題 真的是比美國還要嚴重 他們現在統計出來 他光是非金融信貸的總額 就高達44.9兆美元 那他們整個中國的債務占GDP的比例 現在已經來到295% 那美國之前不是說 什麼政府因為缺錢 債務很高要關門 美國也才257% 換句話說現在中國債務問題 可以說是從中國的中央到地方政府 甚至到個人 全面都已經進入一個大債 而且現在要大還債的一個時代 他其中有講到一個重點 他說因為現在很多的中國人 他擔心說我現在有工作 我可能明年都沒有工作 所以他做什麼事你知道嗎 他開始瘋狂的還房貸 他把所有身上的錢有現金的話 他趕快還掉 所以他們現在不消費 然後也不願意舉債 趕快把存款 把債務還掉 對 還掉 然後或者是說想盡辦法 把錢留下來 那光是第二件事情 我們都知道經濟發展很重要的 其實就是要建設 不管是你的地方政府或是中央政府 帶頭進行的一個基礎建設 或者是你的企業 民間企業必須要投資 火車頭 對 你要火車頭 你知道他們說現在中國 他們民間企業的投資 今年前四個月 前四個月 竟然只有連一趴都不到 所以就變成全面熄火 所以他們就說 為什麼會進入到大還債時代 會造成這個未來的一個經濟的問題 就變成是中國的經濟 現在火車頭全面熄火 那他的大還債 到底有多嚴重呢 我們看 紐約時報還做了一個專題的報導 專題報導 他居然選擇了 一個我們沒有想到的地方 就是河南商丘 河南商丘 這麼大的基礎建設 結果還講什麼 他現在窮到什麼程度 窮到連公車司機的薪水都發不出來 你有機場 你有高鐵 你有高速公路 就你最簡單 最基礎的公車 你不能運作了 可以說是完全是貴州的載板 完全發展的情況 跟貴州一模一樣 這個商丘市面積大概是 跟美國的肯塔基州一樣 它差不多大的一個地方 它甚至規劃未來的二十年 它有龐大的鐵路 公路和內運河 就成為一個非常重要的交通樞紐 那預計在2020年 其實就兩年強 它已經完成高鐵114公里 還有多條鐵路 在商丘這邊進行交匯 他們已經預估你知道嗎 2025年它要怎麼樣 它高速公路的一個覆蓋率 要高達87% 真是嚇死人 然後真的很荒謬的一件事情是 他就說即使是這樣子 而且也其實沒有太大的一個 商業活動在這邊進行 又乾了半天都沒人 都沒人 你知道嗎 它從高鐵站前面幾乎 完全沒有人進行 你現在看它的非常的 高速公路 高速公路 你有沒有車子 沒有車子 都沒有車子 高鐵也沒人 高鐵站前面 前面跟裡面都沒有人 結果你的高速公路上 就完全沒有車子 但還有非常多的地方 包括一個就是要規劃成 它那個機場的地方 現在還是一片的空地 現在看到畫面 就是未來的一個規劃的航空城 它還有東方航空四公路 它還有航空城 對 所以你就覺得非常荒謬 你起到這樣 問題是你就沒人了 你從頭到尾都沒有這樣的需求 那你到底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 所以中國現在最大的問題是 它地方政府真的已經出現了 一個很大的狀況 31個省級政府全面都是赤字 商丘還用過超過三分之一的稅收 你知道它還來幹嘛嗎 它來還債的利息 還不是債的本身是債的利息 所以現在情況是 他們真的舉債過高 現在連百姓日常生活 要仰賴的這些公車 仰賴的這些日常生活的運動 都已經沒有辦法維持下去了 而且我覺得現在中國最可怕的是 房地產一直它的火車頭 現在這個房地產跌到 他們做了一個統計 有100個城鎮的房價是全面下跌 對 這100個城鎮 有沒有看到全部只是跌幅的 不同一頁 全部都是一面下跌 北上廣一大堆全部下跌 北上廣都跌了 全部都跌 而且你知道嗎 他說這是歷史首次 100個城市的房價全部下跌 那我們之前已經有講過 講過在北京 連北京這種天子腳下的賣房 都一下子一夜之間大打折 降了20萬元 然後就是高達了幾十二萬套的房子 全部都是要出售 就更荒謬的一件事情是什麼 現在杭州 我們都知道其實杭州是 相對來講非常富裕的城市 我們以前去杭州的時候 財商帶我們去的時候 那吃一半半兩萬塊 我還以為是台幣 所以那個老闆直接告訴我說 我現在在中國這邊請人吃飯 我也不知道 不記得我到底請人民幣還台幣 因為一頓晚餐兩萬塊人民幣 真的也是實在是太誇張了 結果沒想到現在杭州出現什麼狀況 杭州房子也滯銷 他為了要賣房子還要送黃金 他說你只要來買我房子 或者是你來預約開房的話 我送你一公斤的黃金 相當於台幣也是破百萬 顯見現在中國房地產的火之頭 也是熄火了 好 宇軒 另外一個我覺得非常荒謬是 導管我們看這個照片 這個照片是中越邊際 這在雲南跟越南邊際 弄了這樣的鐵絲網 上面還通電的 這個通電是幹嘛 本來是防止越南人越過邊界 跑到中國去找工作 就是我要防止越南的黑空 就沒有想到現在反過來了 現在這個鐵絲網 這房子跑 房子雲南人跑到越南去 所以寶貝哥何其諷刺 這有句成語形容 包括我們剛才講到欠債 人去樓空 樓也空了 現在人也要跑了 看不懂 現在大陸搞了演出一出 就叫什麼 全員逃跑中 我們怎麼講 全員逃跑中 對 全員逃跑中 來 我們從雲南這個地方來講起 奇怪 你說雲南跟越南 怎麼講越南都是第三世界國家 怎麼會想也想不到說 都只有越南去偷渡別人 怎麼會是變成中國人 現在改了反轉過來 是中國人要跑到越南去 好 我們就先看第一次畫面 第一次畫面多好笑 他地點在中越立江的邊境 那這個邊境很長 總共是五百公里 你說這五百公里做什麼 做什麼 防止的 原本大家以為說 大家看 就是這個畫面 來 你看喔 他們先是一個男的 你看 奮力極變 那個鐵絲網是有倒鉤的 對 他整個人經過社會 整個血肉模糊 整個會這個血肉破綻開來 就沒辦法 他還是堅決要過去 然後另外一個女子你看 那是女的耶 對 卡在辦公中 就是急忙跑過去 來 我們大家先看這畫面 我們不講 也會說 是不是越南人 要偷渡到中國去 錯了 是雲南邊際的人 要跑到越南去 各位可以想像這個畫面嗎 左邊是雲南 右邊是越南 對 好 那你說這個只是Level 1而已 我們待會兒講到更誇張 Level 1只是這種鐵絲網 大家想說 看起來像越獄風雲 這個全淘寶之後 沒關係 隨便你講 但更離譜的來 看到就是第二畫面這個 第二畫面這個可不簡單的 他待會兒還會給你看到 其實你以為這只是高牆 這是鐵絲網嗎 錯了 他這個同樣也是在雲南越南邊境 但他還有天眼系統 什麼叫天眼系統 你如果想要跑過來 我會用AI人孔辨識 知道你是誰 你說等等 如果說是越南人 AI辨識系統有用嗎 對不對 這是不是邏輯上的一個盲點 你越南人你哪來他的資料庫 他沒有資料 所以顯然他要仿的是誰 仿中國 他就仿就是中國人 他就仿中國人說 如果有人要跑到越南去 我們要趕緊把他抓起來 更可惡是什麼 他上面還通高壓電 他剛剛那支影片 他還有怎麼樣 他有一根電線桿 就這樣直聽聽的 直接連接著那個鐵絲網 所以你想要越過去 不好意思 AI人臉辨識 天眼系統 外加高壓電 就是不讓你 中國人跑過處 但中國人還愛面子 官方總不能承認說 我們的人不動往外流吧 所以他怎麼講 他說這個叫做 邊境因為疫情的關係 我們要管控 還說 哎呀我們這是要防止這個 相關越南人來 然後呢 越南人直接通常說 你這個東西不只是 會電到你自己中國人 還會發生一個狀況 我們的這些農畜牧 這些羊啊 豬啊 馬 我們就是怕被你電到 所以你想說奇怪 越南人怎麼這麼好心 還特別放中華 不不不不 是他這個邊境管制 已經影響到越南人自己本身了嘛 會者 本來俄羅斯一這麼 期待中國來幫忙 可是感覺上中國現在有一點 泥不沙過疆 自身難保 第一個講 他的外匯本來管制 其實在管制的狀況下 他的離岸人民幣還是不斷地貶值 代表人民幣越來越不值錢 他逃出的錢越來越多 第二個更可怕的是 老婆我們看 你先看這畫面 他村正銀行的錢提不出來 本來我們不是講只有河南嗎 現在已經不是河南了 他現在已經遍地烽火了 沒有這真的非常誇張 去年我們在講這個時候的事情 是去年六千月 所以換句話說已經隔了十四個月 這些人的錢到現在還沒有拿到 原本在去年的時候有四十萬的人 大概有五六百億人民幣 被他們的銀行 村正銀行錢給扣住 就過去的這一年的情況之下 大概已經陸陸續續還了一些 剩下大概數千人 這數千人放在銀行前 大概有100億的人民幣 你看到這個畫面 這些人就說我的100億 摘起來一千多人 就說我的100億 不要說我的100億 我可能10萬20萬100萬 你什麼時候要還給我 他們逼不得已 現在六月份又走上街頭 時隔14個月之後 再次走上街頭 結果沒有想到 他們一樣是被地方政府給追打 他就認為說 哎呀那你現在就還沒錢給你 你出來幹什麼 輪不到你 還輪不到你的領錢 太誇張了 這政府吃人民的錢 你本來的河南現在安徽 現在河北 整個蔓延開來 蔓延開來 我們之前一直講到的是 安徽的村鎮銀行 後來發現有四家河南村鎮銀行 也面臨到同樣的問題 而且最誇張一件事情是 14個月都過去了 你到現在竟然還有人領不到錢 所以你現在看到這個畫面 主要是安徽的 他們從白天做到了晚上 甚至到晚上還在路橋上 拉白布條 寫安徽銀行還我存款 然後另外的地方是在哪裡 再來就是河北 你看剛提到的畫面 就是安徽銀行還我存款 然後你右邊看到這是哪裡 這河北 其實你看著這讓人鼻孫 他們其實只不過就是 你知道老實人 就把錢放在銀行裡面 一輩子也不是為了高利息 也沒有融資 也就是每天的一兩百塊 三四百塊不斷存存存 存到最後到現在 既然他們的錢就這樣被銀行給吃了 而且地方政府 這點點沒有人管他們的生活 他就說我三四十年來 我的所有錢就放在這裡 就沒有想到一夕之間化為烏有 所以之前你還可以講說 你就是貪圖利息 你就貪圖高額的利息 所以你才存到這些銀行 但這次沒有 我沒有高額的利息 我也沒有融資 我就是規規矩矩的存錢 即使是這樣子 錢也領不回來 領不回來 而且我跟你說 他就是每天都坐在銀行 然後就是開始大家緊張討論 他甚至連組織抗議的能力都沒有 所以你就是要有多成 那你現在看到這個畫面 也是就5月14號 又有上百名的一個儲戶 又再次到了鄭州去聚集抗議 然後警方為了要驅離他們 也開始採用催淚瓦斯 那你沒有看到 其實全部都一樣 什麼一樣的都是因為河南的銀行 他們的一些讓你領不出錢來 而這些錢 本來你知道去年最嚴重的時候 曾經有40萬的存戶完全都領不出錢來 相關的金額高達快500億人民幣 經過這一整年 有一些地方政府拿出錢來補償了 有一些東挪西挪拿錢補償 但現在還有數千人是沒有辦法 錢到目前14個月了都沒有被拿到 而且這個畫面更妙 這個畫面是他們要來銀行討錢 結果銀行把門關了 他們居然出不去 完全出不去 然後他們是說 而且從外面把他鎖起來 都鎖起來 因為他們就講到維穩 講一句難聽點 我的錢被你非法竟然凍結了14個月 我走上街頭來要有什麼不對 結果他不處理事情 他處理 他認為你是鬧事的人 所以把你全部都帶到拘禁你 而且把你帶到了相關的機構去 然後就是讓你不可以為自己的權益來主張 所以中國的錢 真的大筆大筆地跑出去了 是 那為什麼呢 因為最主要的一件事情是有錢人跑了 剛剛不是提到嗎 俄羅斯的人跑了 就開始潤了 就沒有想到他們現在 中國跟俄羅斯這是潤兄潤弟 什麼意思 大家都全部跟著一起跑 現在中國他們發現2023年 會外移移民到國外去的 大概有一萬多人 這一萬多人身家 至少都百萬起跳了 那他們說呢 都是中國的百萬富翁跑了 對 然後他們就說呢 整個全世界最多百萬富翁的呢 就在中國 中國有82萬人百萬富翁 而每一年最近這幾年 幾乎都有好幾萬人不斷的外移 外移外移 外移的第一個點 當然就是新加坡 那現在呢 就連澳洲他們也宣布 要取消投資銀行相關規定 為什麼 因為中國人拿了大百的金錢 然後跑到澳洲去投資 投資的目的到最後 其實就是為了移民 其實就是為了逃離中國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中國的有錢人跑了 當然錢也跟著外移了 而且我還看到 高盛亞太的這個首席界 他們講說 現在中國有一個非常可怕的事 現在中國人不敢消費了 不只不敢消費 真的是他們只要有錢 不是趕快把房貸還掉 就是存在那邊 所以現在中國的銀行 為了逼中國人消費 他們降息 降息的意思就是說 你錢放在銀行裡面 你也沒錢沒錢 所以就逼你來消費 結果沒有 中國人很厲害 你知道怎麼樣嗎 他就開始查 發現蘇州銀行三年的利率3.5% 哇塞 各個省份的人翻千月裡 把錢拿到蘇州銀行 就是為了這3.5% 哪裡 利息高就去哪裡 哪裡 利息高去哪裡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美元 美元寶貸 或是美元相關的一個投資產品 也是利息相對高3% 4%左右 所以就發現很好笑一件事情是 明明中國現在要跟抵制美元 沒有想到中國人卻拿了大筆的錢 開始不斷地去買美元 相關的一些產品到 結果導致現在自己 人民幣對於美元的一個匯率 竟然創下7個月新低 所以你就知道 現在全中國人開始當起存款的特種兵 什麼意思呢 利息哪裡高 哪個美元的保單貴 利息高就往哪裡去 好 大家講 你要看中國有一個廚商 這個經濟的廚商就是它的房市 剛剛講在上海這個地方 上海本來 它在我們講實力洋場 有很多的外國企業在這個地方 所以上海的房租是非常好租的 上海的房子也是非常昂貴的 結果現在房子下來了 租金下來了 現在到什麼程度 現在下來根本就賣不掉了 好 有一個視頻非常的火 寶杰哥才20個小時 播放次數已經到1500萬多次 它沒有很長 我看了一下 因為有人把它Copy下來 這個視頻現在目前已經直接下架了 就是一個男生在這邊講 上海的永康路 他說這個地方 房子原本每個月都是 這個好幾萬元人民幣在租的 誰來租呢 世界500強的企業來 那因為是企業付錢 所以大家都來租 所以這些外商走了以後就沒人租了 而這個市場沒有人頂上 所以他說這條路 永康路 原本都是滿滿的人 現在都沒有人了 因為補不上這個房市 那所以他講完這個影片之後呢 短短的20個小時 1500多萬的播放量 然後呢 馬上就被約談了 就說 你這個影片這不好啊 他立刻就跟大家道歉說 哎呀 我全部都下架了 但你要知道寶杰哥 現在不是這樣 因為大陸網友不喜歡天安 人家想說今年經濟不好 可是你要去觀察 房市的泡沫 確實帶來他整個消費的緊縮嘛 那房市是一個重大的問題 剛剛講租 那整個房子買 或者是後續你要供房 他也出現了問題啊 金融時報 英國他也報導 他說現在目前中國大陸的 三線 四線的城市 都已經房價下跌 你房價原本定在那邊 因為他一定是持續漲嘛 台灣的房價越來越高啊 可是也奇怪 現在沒有人買房子的 我降價好了 我降價 跌跌跌 跌到30% 跌到50% 還是沒人買 然後他的交易量 直接就跟往年 去年 前年 還有COVID之前對半砍 腰斬還沒人買 沒有 保濟客 不是只有腰斬而已 他的整個的銷售量 跟價格都減半之外 很多人買了以後 後續他供不了房 因為他沒有辦法 繼續繳那個貸款 對不對 我們台灣叫貸款 所以就會造成他整個 房市泡沫化的問題 那你要知道 這個事情當然 中國大陸的網友 可能有他的看法 每次我講到大陸的議題 說大陸的網友生氣 我們都很好 我們都很強 我希望大陸好 不過你看 德國媒體剛講英國 這是德國的媒體 難得意志報裡面就講 他說現在看起來 整個這些民生經濟結構性的問題 習近平是無稽可施的 還有無稽可施 保濟客 他整個房市 都現在目前出現結構性問題 你怎麼辦呢 你房子沒有人買 房價直接往下跌 買了房子以後 我供了第一年 第二年 我就讓槓 因為我已經付不出來了 那會怎麼辦 那因為情況嚴重 保濟客 逢梯買進 有人要進場了 新加坡 這個是美國三一學院的 經濟系列的退出教育 叫文貫中 好 現在新加坡有一個私募基金 他本身擁有大量的70億 70億美金的資產 他準備要進場 而且他說已經有例子了 其實他沒有講是哪個例子 跟台灣的業者合作之後 去把很多大陸 包含了他的辦公樓 包含他的工廠 他已經後續沒有辦法在使用 沒有在住的時候 直接逢梯把它買進 所以大陸現在目前 跟他們講說 中國房地產的泡沫 像定時炸彈 這個定時炸彈何時爆炸 還不知道 而且是隨時都有可能 泡沫的話是不定時的炸彈 但是呢 它是說定時炸彈 應該講不定時 就是說不知道什麼時候要爆 但是因為整個的價格 降下來的情況之下的時候 他們是判斷 還是可以買進的 所以現在國際還是有人在 整個大陸的房市 都已經在非常危急 狀況之下的時候 還在這個時候去買 大陸的相關的這些房地產 最近習近平也講了一些奇怪的話 你現在不是籌組滿次嗎 不是整個中國都在你手上嗎 他有人講 現在整個中國要做一個準備 什麼準備 要為極端狀況做準備 中國到底發生什麼事情了 中國面臨了極端時刻了 是驚濤駭浪啊 為什麼 因為內外交迫 什麼叫內外交迫呢 在外交上有外交上的一個 跟全世界民主國家對的一個嚴峻 在內政的部分呢 現在竟然我們都知道 房地產是一個國家經濟 尤其是中國經濟非常重要的火車頭 結果現在這個火車頭 感覺上好像要撞車了 你知道 為什麼這樣講呢 現在目前為止 已經有大概11家的房地產業者 他們將要面對 這11家都是在A股上市的 他們即將要面對 如果你連續20天的交易日 你的最後的一個成交額 都只有低於一塊人民幣以下的話 那連續20天你就要被迫下市 所以呢 就等於是你的所有股票 就會變成是被抓沒有用了 我們先講 中國的房地產是中國所有產業的火車頭 它的薪衰跟它的房地產 又很密切的關係 對 所以如果中國房地產是下市 就代表這個產業完蛋了 完全完蛋 而且它會產生一個結構性的風險 因為如果你房地產 開始進行一個倒債的話 那你會牽累到誰 就是金融體系 那你金融體系再弄下去的話 你就會影響到你金融體系的 一個信用平等 所以它就會產生一個系統性的風險 2008年的金融海嘯 中國版可能在2023年的今天 可能要發生 為什麼會這樣講呢 他們說中國今年光是房地產 所有的房地產 內債跟外債 加起來的一個債務 要到齊的債的總額 來到了2.54兆人民幣 今年的6到8月會是一個密集期 就它以前發很多債 你發很多債你就要陸續還債 結果你現在變年到有2.54兆 要在今年要必須被迫還債的情況之下 它還不出來 當然就會影響到營運發展 而第一個在A股被迫 因為觸及到它的面額低於一塊錢 被迫下市的藍光 現在出爐了 藍光你知道 他們本來是四川一哥 他們曾經有一個口號 它什麼口號呢 整個中國經濟發展史 光從藍光這家公司 就可以看得出來 它本來只是一個區域型的公司 這是他們的宣傳片 他們宣傳片 而且你知道嗎 它在2020年的時候 又入圍中國百大的一個房地產業者 而正是藍光第14度的入圍 14度入圍還不誇張 誇張什麼 它連續13年都入圍 所以它可以說是中國的一個四川這部分 非常重要的一個房地產業者 可以說是No.1 你知道嗎 它的營收 2015年是183億 2016年是301億 幾乎是Double 到2017年又成長得快一倍 到了580而已 2019年突破1000億 然後你知道他付債多少 1600多億 所以你就知道 這公司不對勒幹 不對勒幹 但是都其實感覺是舉債 然後後來隨意就出現了一個問題 當你的中國的過去兩三年 因為風控的關係 因為疫情的關係 全面激動的情況之下 它就重視不會過來 所以這些房地產業者 全部都面臨到現金短缺 現金短缺房子賣不出去 照你這樣講 它是中國房地產的模範生 對 模範生都垮了 模範生都垮了 然後現在大家都在擔心 它是第一個股牌 它已經開始下市 那剛剛提到的11家 都面臨到這個情況 第一個已經出現了 那未來的另外10家 是不是也會像股牌一樣 一個一個倒下去 現在連北上廣 你的房地產都崩跌 北上廣房地產崩跌 算什麼 我就說你不可以降價 你降價我就要法拜你 結果你不讓我降價對不對 我就送黃金 我就送等值的東西 我就相對的狀況 代表這個房價的下跌 你根本就止不住了 完全止不住 但是因為中國政府的強力要求之下 你絕對不可以帶頭下殺 你如果帶頭下殺 而這個幅度 譬如說是三成五成這樣開跌的話 可能會導致全中國房地產的 價格的一個泡沫跟崩盤 所以他們這個廠商為了 房地產業者為了要賣房子 做出什麼事 送黃金 那麼杭州 杭州這送黃金 其實一送就是送一公斤 一公斤的行金 可能青台幣也要個一兩百萬 這是為什麼要送那麼黃金 如果你不送黃金 根本是沒有人要來看房子 而且如果是連杭州 都發生這樣的狀況 那更何況其他的二線三線城市 所以今年大家其實在關注的一個重點 就是房地產的問題 到底什麼時候會正式開始引爆 有一個新聞 我不是學經濟的 我沒有那麼想的感受 你說這是天大地道的事情 因為人民幣狂變 人民幣狂變已經到了7.1464 這很嚴重嗎 對 沒錯 實際上人民幣到目前為止 一直不斷的貶值 那為什麼一直不斷的貶值 主要原因是什麼 因為中國經濟真的起不來 那在中國內部來說 他們怎麼做呢 中國就不斷的印鈔票 那你知道印鈔票印太多 你錢太多 你當然對美金當然就會貶值 他有外匯管制也沒有用 沒辦法 大家還是能出去的 還是很多人出去 那你知道為什麼這樣說呢 實際上目前為止來說 中國也知道說 他的這個要刺激這個經濟 所以你知道最近一段時間 公銀中國的五大銀行都說 我要下調所謂人民幣的存款利率 就是人家存人民幣 我就跟他講 如果大家印象有深刻的話 在2008、2009年的時候 中國不是來台灣吸了很多人民幣嗎 當時的人民幣定存 還要到4%到5% 你知道現在人民幣定存 一年多少嗎 2.05 已經降到現在中國 你看台灣現在一年起的定存利率 是1.5 現在是台灣跟中國人民幣的定存利率 是一年起是史上最低的 那是代表什麼 表示中國的錢太多 爛投數太多 實際上它的目前起不來的一個狀況 因為我不願意 代表中國的錢不願意消費 也不願意投資 對 不願意借貸 所以現在中國要想辦法刺激出來 好 那為什麼人民幣一直貶值呢 人民幣沒有錯在中國本身 它有人民幣的這個管制 但是問題它有一個叫做離岸人民幣 它為了要讓人民幣變成是所謂國際化 雖然它在香港 新加坡 很多地方你都可以交易人民幣 問題是現在外資的 就在那個地方放空你 所以變成是它 不過現在都一直是 你說人民幣被拘燒 對 離岸人民幣一直在牽引的 在岸人民幣一直往上 往下貶值的這個狀況 雖然中國現在很難處理 它怎麼辦 它如果真的是要這個 讓人民幣不貶值的話 就只有把離岸人民幣封閉 當離岸人民幣封閉起來的話 我跟你講 它就不是國幣 對啊 所以現在對中國來說 壓力很大就在這個地方 它現在被這個所謂離岸人民幣 牽著讓在岸人民幣貶值的一個狀況 以前我們跟他講的 以前索羅斯想要狙擊港幣 對 他想要狙擊 他現在也要狙擊人民幣嗎 對 事實上他就用這種方式 去狙擊你的一個狀況 用所謂的連動式 我們其實當時索羅斯 在東南亞這個狙擊的時候 他是先狙擊泰國 馬來西亞 讓整個系統性出現風險之後 再來狙擊港幣 現在也是一樣 現在很多外資人 他就先在這個地方狙擊 還有狙擊什麼 狙擊港幣 所以現在等於是港幣跟人民幣 其實外國的媒體 外國的投行全部看空 他們都在狙擊你這個貨幣 所以說現在有個貨幣戰爭 對 就是逼著你一直不斷的貶值 好 那不斷貶值之後 保久會怎麼樣的狀況嗎 現在中國顯然大家不願意去投資 我跟你講 為什麼這樣 因為我進去投資的時候 我馬上就虧損 所以現在很多外資為什麼要跑掉 因為他看說 你人民幣長期一貶值之後 我快算了 所以現在 不然我拿你的人民幣 越來越不值錢 對 沒錯 所以現在有一個什麼 很好玩的 現在很多外國的國家 要跟中國說 我們來借錢的時候 他就跟你說 你給我美金 你先給我美金 那我未來我還你人民幣 又這樣發生 這等於是在吃中國豆腐 最明顯的意思是巴西 然後巴西就說 我欠美國一百億 那請你給我一百億 一百億美金 那好 你給我一百億美金 我還了這個外債之後 我這個欠你的錢 我後來用人民幣賣給你 用人民幣還給你 那當年人民幣用什麼 多少 六百九十億人民幣 問題是現在人民幣七點一億 你可以 你應該要還七百一十億 可他就給你中間暗幹了這麼多 那就是目前為止 中國倒楣就是這樣 他就跟你說 你先給我 你先給我這個 你要人民幣國際化 沒有問題 我可以用人民幣 但是你先給我美金 但是我再給你人民幣 這一來一往 二十幾億就沒了 對 所以等於是現在中國 完全被人家吃豆腐 你在國 中國才說嘛 這個習近平根本搞不清楚 這些所謂的國際的 這個政治的這個大家玩法怎麼玩你嘛 好那除了這個之外 目前為止來說 美國 因為美國接下來應該會把這個所謂的 他們過去一段時間的 這個創投 去那邊投資 所以從2021年到2022年來看 整個這個中國的 這個美國到中國投資的這個 這個創投業 是大幅下滑的一個狀況 所以現在整個狀況來說的話 是美國真的會跟這個中國脫鉤 那因為你要想說 中國現在沒什麼好投資 那怎麼辦 就知道有一個非常有意思 我們最近不是看到日本股市創新高嗎 創到3萬2千年的新高 就你知道 在中國本身 他們呢 他們居然很多散戶在買這個 日本的ETF 買這個日經225的ETF 還有什麼 易達這個日新資產的 這個日經225的ETF 他們全部在買 因為為什麼 他們也不看好我們中國的股市 去買日本的ETF 在中國境內買日本的ETF 人家多政治不正確 那也不只這樣 他們跑去哪裡 跑去香港買保險 為什麼要買到香港買保險呢 保險沒有錯 香港目前為止來說 它的所謂宣告利率 或是說什麼 中國很多這個所謂商品 動輒利率是什麼7% 8% 問題是他們都會認為說 這個可能會倒 我倒不如去香港買 香港比較安全 所以你看現在在很多 所以他對於中國的保險也不信任 對 我寧可這樣 他現在很多中國到香港 或是到澳門去玩的人 他會怎樣 他第一個時間會先跑到銀行 或是跑到理財單位說 我要買這個保險 我寧可相信香港的保險 所以我就跟大家講 現在中國整個 不要說 上面拿不出所謂經濟的對策 民眾現在也開始用真正的用 RUN RUN 來告訴你 中國的經濟真的不太妙